你对校园的记忆是什么? 教室,图书馆,食堂,或是偏须校园一语的景色。 我对西才的记忆从遇见西南财经大学的门牌时开始。 它的背面是刘诗白教授提写的大学精神。 金氏记名,滋滋以求,贯穿了西才人的整个生活。 每天穿梭于金氏楼与玉德楼之间,与形形色色的人流擦肩而过,不期而遇的或是欣喜或是憧憬。 秋天的西才是银杏的记忆,阳光透过直缝,一伸手就抓住了整个秋天。 穿过银杏大道,柳湖的风静静扶来,小鸭在湖面晃晃悠悠,鱼儿在水底自已生长。 偶尔遇上喜欢吃酸菜鱼的保安叔叔,他会兴奋地说上半天鱼的做法。 幸运的话,还能一览白鹿略过,停住在尔径桥旁。 桥下是宁静温柔的柳湖,桥上是西才人走过的波澜不惊。 耳其滋滋,勤勉不待。 在图书馆的时光,是每个西才人心中难以忘却的记忆。 每层楼都有不同的主题,或古朴,或文艺,还有思想碰上的诺贝尔研讨空间。 更有顶层咖啡厅,咖啡的醇厚与知识的绵长在这里融合。 小七十鸟看校园,鸡鸣广场,尽收眼底。 转而一瞧,是欣然矗立的钟楼。 岁月眷勇,名中留霞,钟楼隐匿在繁殖茂叶中。 他与尔静桥一起,见证在西才如白鹜过细的岁月。 淡覆淡熙,日月光滑,盘生悠扬。 西才校儿们的生活可谓是欢快洒脱。 有人喂食,衣食无忧。 饭后散步,无忧无虑。 还拥有完美的曲线,澳人的身材。 在西才不容错过的,当然还有美味的食堂。 从糕点小吃,到家常菜饭。 还有民族风味,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馈赠。 来不及吃饭的课间,学生自主运营的学超,成为短暂驻足的温暖。 日月光滑,淡覆淡熙,我们在西才等你。 我们在西那里,我们在 Place 西方电视剖情宾。 感谢观看